俗话说七月到鬼门开 不由得想起八年前 发生在自己身上 至今无法用科学去解释的一件事 本人女 职业护士 崇尚科学 坐标长沙 事发当天无饮酒 服药 疲劳 今天的故事来自我们宁宁最漂亮 2016年宁宁刚从学校毕业 跟前男友租了个房子 前男友在芒果台工作 所以就住在那附近了 当时他们讲了一猫一狗 因为都是夜猫子 尤其是前男友贼喜欢熬夜 所以一般遛狗的时间都挑在晚上 如果遇上下雨天 就去楼梯间遛她 两人住在12楼 要记住这个12楼 爬楼跑两遍 狗子的运动量也差不多了 事发当天正在下暴雨 两个人在家里做完客厅的卫生 时间已经接近夜里12点了 前男友就觉得客厅刚拖完地 要好久才能干 干脆开门亮一下 就把大门敞开 继续做别的事了 由于在家的时候 狗子从来不拴 那几分钟之后 宁宁就发现狗子不见了 就决定出门去找她 这里要说下他们的楼梯间构造 非常窄的那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网友的绘图 那两人约定好 宁宁下楼找 前男友上楼找 宁宁大概跑了10分钟 到了一楼 还是没有看到狗子 就打电话问前男友 她说她到了天台 也没找到狗子 宁宁就说 咱们仔细找一遍 说不定在哪层住户的门口蹲着呢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掉头 一层一层的找 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找到狗子 这个时候 宁宁从一楼一层一层的找完了 又回到家了 可前男友还是没有到家 宁宁就发消息问她 前男友回复 她已经从顶楼一层一层的往下找 下到六楼了 这个时候呢 宁宁就很奇怪了 每层都在找 楼梯那么窄 上下楼梯式的回声那么的大 两个人怎么会错过呢 于是 宁宁一边回复前男友 我下去找你 我们一起找狗 一边呢 从楼梯下楼 结果 她从12楼下到3楼 都没碰到前男友 于是呢 这个宁宁就准备给前男友打电话 问问她在几楼 可这个时候 她发现手机没了 但她出门的时候 明明是拿着手机 一边回消息 一边下楼的 于是呢 她就决定下到1楼 再找不到的话 就坐电梯回家 那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她从3楼往2楼下的时候 原本应该是消防门的位置 变成了一道水泥墙 门没了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于是呢 她又下了一层 那这个时候啊 应该是到1层了 但她发现 1层通往大厅的消防门也没了 也变成了一堵水泥墙 这个时候呢 明明开始慌了 决定回到3楼 毕竟3楼的消防门 刚刚记得很清楚 是开着的 然而 等数着层数 到了3楼之后 3楼的消防门 同样也变成了一堵水泥墙 那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明明呢 愣在当场 努力的回忆着刚刚发生的细节 和那有发的消息 手机 消防门 自己呢 不可能记错 那突然 头顶的声控灯 因为长时间没有动静 熄灭了 这个明明呢 就瞬间炸毛了 大喊了一声之后 疯狂的往上跑 灯光亮起来的瞬间 似乎呢 有了一些安全感 可不管她跑了多少层 原本应该是消防门的位置 全都变成了那种 和周围混为一体的水泥墙 似乎那个地方 从来都没有过门 实在跑不动之后呢 灵灵是只能靠墙坐下 每隔几秒钟喊一声 保持着身后能开着 就这么过去了 约没有几分钟啊 突然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楼上传来 下一秒 灵灵就听到前男友的声音 和几个陌生的声音 在自己的身边响起 但她 看不到人 没错 声音在身边 可她看不到人 紧接着 汪汪汪的几声狗叫 在耳边响起 这个灵灵的脑子 突然间一胀 就好像是吃了一大口血糕的那种感觉 脑袋特别的痛 耳边呢 也想起了那种耳鸣的声音 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 双手捂着耳朵 低头用腿 加入自己的脑袋 之后 就是前男友一边在身边急切的问她怎么了 一边摇晃她 还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狗子在蹭自己的身体 好了 等灵灵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 她居然就坐在赴一楼的楼梯间墙壁呢 眼前呢 是前男友和狗子 还有两名保安 看到前男友啊 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前男友抱着灵灵 带着狗子坐电梯 回到了十二楼的家 回去之后 居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灵灵把自己刚刚的经历 讲给前男友听 前男友听得很认真 没有一丝不幸的样子 灵灵当时还蛮惊讶的 因为她前男友是那种无神论者 那还有一点很难解释 手机其实就一直在灵灵的裤兜里 她那会怎么会找不到手机呢 好了 那这个事呢 就一直等到农历七月过去之后 有天中午和几个朋友吃饭 聊到这个事 前男友才说 其实当天 她给灵灵打了N个电话 一直都是那种 安静了很久 然后嘟嘟两声挂断 最离谱的是 前男友和保安 一起找到灵灵的时候 她的两个眼球上面 好像是套了一层白色塑料袋 等后来再抬起头来 才看到她的黑眼球 就从那天开始 他们俩再也不大半夜搞卫生了 也不去楼道 遛狗了 后来呢 两个人准备结婚 因为没有把这个事告诉家里人 家人呢 就准备在那个小区 给他们买套房 那去看了五套 很离谱啊 其中居然有三套房 都贴了符 问房东 说是招财的 不过呢 最后两个人也没在一起 所以是前男友 所以说 兄弟们 这个月记得早点回家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